半導電視台這次也直接 不給美國面子 他們發了一篇文叫做 再見美國 你好中國 以前美國跟沙特是 你農我農嘛 現在對沙特來講 美國逐漸開始梳理沙特是先的 沙特覺得說 你以前跟我麻糬的時候 你都只考慮你自己 你什麼時候考慮我 沙特不是在中國的湊河底下 跟伊朗大家變得要建交 兩邊的情報單位就站出來 讓我們對個仗 過去這麼長的時間 有很多的胡語的案件 是你幹的 伊朗還拿出來說 這些案件是你沙特幹的 結果兩邊一對 都不是我幹的 哇 那到底 80%不是我幹的 美國在調 要弄嗎 現在問題來 誰幹的 這一次是歷史上我所看過最經典 在情報對仗 這是布林肯 好 見到了沙特阿拉伯的王淑莫涵默德 他說呢 美沙關係啊 因為這個沙烏地人權的進步 而有所強化 但是在沙特的部分呢 我告訴你 有多尷尬就有多尷尬 有多冷 處理就有多冷 聲明冷淡 未提細節 簡單來說就是 對 他有來 就這樣就沒有了 好 但是你知道嗎 談了一分鐘談什麼 其實從這些裡面喔 好 等一下我們再請我們的 蔡委員幫我們分析啦 什麼沙國支持 美國從蘇丹撤軍啦 夜門政治對話啦 以沙關係正常化的可能啦 抗衡中俄 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好 對於西方媒體的分析啦 他說呢 哇 這是一場坦率的對話 但是對沙特來說很冷淡 其實啊 從這個照片裡面的氛圍喔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去年習近平也去了沙特 一樣見到了王儲 喔 還沒到 還沒見到面 兩個人手就已經伸得很長了 為什麼 外交禮儀看細節嘛 你可以知道兩個人的狀況 而且呢 中國大陸還不是 隻身前往喔 附近所有的國家 台灣國家 通通都來 所以當時候你看 一字排開 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 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峰會 半導電視台這次也直接不給美國面子 他們發了一篇文叫做中東冒號 再見美國 你好中國 委員 這個美國跟沙特啊 基本上就是一個 現在還在過渡階段的變化 因為以前美國跟沙特是 你農我農滿 我賣非常好的軍火給你 然後你賣石油給我 那這個我保證你安全 但是現在對沙特來講 美國逐漸開始梳理沙特是先的喔 不是沙特先梳理美國 因為美國現在 持有自己自主啦 跟1972年代不一樣啦 那開發一言油啦 天然氣啦 阿拉斯加本來不能挖 現在都可以挖啦 那第一大客戶反而變成中國啦 那現在問題來了 美國要賣給沙特的武器啊 也逐漸變得有點 變少了 沙特開始跟中國買了 然後沙特又被美國 給什麼呀 給這個怎麼講 給拋棄了好幾次 第一個 美國叫沙特的時候你去把伊朗找來 我們幾方會談來打整個核協議 那沙特就去奔波啊什麼 歐洲拉來啊大家弄一弄啊 第一個抽腿的是誰 是美國啊 沙特就懵在那邊了嘛 第一個案例 第二案例是夜門 夜門的時候因為夜門的內戰開始的時候 有一掛的是這個 有伊朗支持的勢力啊 那美國就說來來來我們一起去 幫助另外一派 美國美軍也去了喔 沙特也去了喔 結果誰先撤走 美軍先撤走 就跟那個阿富汗一樣喔 連連跟沙特講都沒有講 自己就下令撤走撤走啦 那沙特就捧在那邊 進也不是 退也不是 黑道 兄弟你先上 真的是這樣子啊 把人家叫來然後就 你先上 你先上 對 搞得很尷尬 這種仗都是別人在打 但是起頭開 也許美國認為說 你是我小兄弟喔 剛才算是講的 你去打 我幫你 我幫你 我們去打 打完了 差不多了 兄弟你繼續打 我先走 我看你打得不錯 我先走 對 蘇丹這一次喔 表面上是沙特幫了美國撤 應該撤橋啦 不叫撤軍啦 應該有一些軍事這邊 也有很多僑民啦 因為這個蘇丹就隔這個紅海 就是什麼 就是沙特 而且蘇丹的主要人口 七成五是阿拉伯人 而且是這個穆斯林 所以對於沙特對蘇丹 是有很大影響力啦 好啦 這次美國也是一樣啊 現在蘇丹兩派好 這個弄成一團喔 這個美國就是跟沙特講 來來來 你弄一弄喔 幫我先撤軍 你弄一弄 結果美國先跑了 美國答應沙特說 那我跟你挺在一起 我們把兩派給壓下去 他又先跑了 你說你如果是沙特 你為什麼感覺 還有最近 這個不是說 我們要把這個波斯灣的這個 弄得風平浪靜嗎 結果啊 這個 布林肯啊 你扣押伊朗 美國去扣押伊朗的郵輪 而且扣押地點 是在馬六甲海峽 前面去扣押伊朗的郵輪 都還沒開到伊朗 你不是找我麻煩嗎 為什麼 還好這一次伊朗也是蠻結智啊 他扣押的是希臘的郵輪 還有扣押什麼 阿聯酋的郵輪 阿聯酋一定跑去跟沙特講說 老大老大 你看 他把我的郵輪扣了 你的好朋友 你的好朋友幹了這種事 所以你叫沙特在整個關係上 處理的變得很困難 還有啦 布林肯一直強迫美國啦 一直強迫沙特說 你趕快承認以色列啦 阿拉伯很多國家都承認以色列啦 就承認以色列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你這個阿聯酋也承認啊 塔達也承認 為什麼你沙特不承認呢 可是沙特有大的困難 為什麼 因為沙特是叫做聖城保護國 他有邁加聖城等等 有兩個 邁地拉兩個聖城在那邊 是歸這個沙特來保護的 我承認你這個 以色列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美國又承認什麼 以色列的首都在耶路撒冷 你不是搞我嗎 那沙特的條件是說 那你最起碼 你就要以色列去承認巴勒斯坦 也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這樣我總是有個交代嘛 偏偏美國拿這個以色列沒辦法 以色列死也不肯承認巴勒斯坦 那你不是又把沙特就掛在半空中了嗎 所以這個會讓沙特覺得說 你以前跟我馬吉的時候 你都只考慮你自己 你什麼時候考慮我 他把沙特推到了一個 跟他附近國家也很尷尬的一個位置上 對啊 還有現在更經典的 他要當回教的領袖 你想想看你怎麼交代 猶太人去佔領巴勒斯坦 還要佔領耶路撒冷 連哭牆都被佔領了 那你叫沙特怎麼去面對他的穆斯林呢 對啊 他是穆斯林的主要領袖國家嘛 那最近又很搞笑了 沙特不是在中國的挫合底下 跟伊朗大家變得要建交 變得關係相當好了嗎 逐漸恢復關係啊 那兩邊的情報單位 就站出來 那我們對個仗 過去這麼長的時間 在我的狀況裡面 有很多的胡語的案件 是你幹的 那伊朗也拿出來說 這些案件是你沙特幹的 結果兩邊一對 都不是我幹的 哇 那到底 80%不是我幹的 美國在調理 發現都被弄了 對 被弄啦 那而且伊朗有拿出不在場證明 那個什麼油田被炸 跟我無關啦 那這個沙特阿拉伯說 我海外出了什麼狀況 聽說是你幹的 他說沒有啊 我完全沒有關係啊 兩方面都各自把不在場證明 給拿出來 那現在問題來 誰幹的 這個感覺就跟現在 恩物戰爭一模一樣嘛 水壩誰炸的 北極油管誰炸的 這都是一樣嘛 所以全部是羅生門嘛 這一次是歷史上我所開過最經典的情報對戰 哇 那你猜對我來講 太突然了 沒有來講 可以上課